我是爱听故事的作家陈爱妮 我已经不愿意很多精彩的故事只有我一个人听到 我希望透过我的录影机跟我的摄影空 我要让很多的女人听到 原因是什么 因为真的很多女人认为自己是最佳女主角 不管她这句话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她的人生故事情节是不是真的有她想象中的那么精彩 可她会讲这句话就代表什么呢 这个就代表她真的觉得她想要跟人家分享啊 就冲着这一点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有资格做最佳女主角 所以呢被访问的人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我都去不同的城市嘛 我在访问这些人有一些是原来认识的 认识的也得要说服一番啊 那不认识的人根本是带着一个很大的问号来跟我见面 就曾经有人见面的时候是这样 我也搞不清楚你这个作家陈爱妮是做什么的 这个一千零一个女人故事馆有资料寄给我 可是我也搞不清楚 我今天是先来了解一下的 然后呢 我可以说实话 就说好了 反正我这辈子永远是一个open book的透明书 大部分的女人通通跟我讲这三句话 这三句话 第一个就是我太平凡了 我什么故事都没有 我有什么资格讲故事呢 这是第一个一口肯定自己是没东西可讲的 第二句话就是我口才不好 我肯定等一下会讲的很乱 你真的不要考虑讲我的故事 我不要讲 好 第三个是就算我口才不好我也会很紧张 对不对 好 可是有趣的是 当这个人只要愿意坐下来 看到我专注听她讲故事的延伸 我跟你说五分钟以后 没有一个女人记得 她刚刚说了她三句话 她都不记得 每个女人都是畅所欲言 各位 我一千零一个女人故事馆 就是一个实证 告诉各位 天下每个女人都是口才很好 我觉得女人根本不需要上口才训练班 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 她在家里骂老公骂儿子 可以骂三十年 她是很有耐心口才也很好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女人是没有口才问题的 故事馆里的女人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快访问了一百零一个 各位 没有一个人NG 没有一个人大舌头 也没有一个人吃螺丝 你告诉我女人口才 好不好 你告诉我 想象中很平凡的女人 是不是都有故事可讲 一千零一个女人故事馆 证明给你听 我刚刚讲的都是真的 女人是分享型的 一旦有机会 她们讲的口才可真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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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